看準時機便因刑警手持破壞工具 朝著鐵門奮力猛敲展開攻堅 那一頭警方繽紛多路在後門埋伏 一聽到聲響立刻上前 來個窩中捉鳥 嚴見逃不了 嫌犯索性趁亂打開窗戶 湮滅證據 不過財政準備往下一丟 就被逮個正招 只好乖乖坐回原位 原來這裡是一處天酒派賭場 賭資賭去 通通攤在桌上 準備一一進行清點 賭場就隱身在新北市盧州 一處民宅頂樓 警方先是接獲民眾檢舉 住家附近出入複雜 於是進一步展開搜證 分析周邊車輛 經過連日埋伏 終於在十號晚間 一舉逮到賭場負責人 以及賭客十四人 並查扣現金四十二萬 預先架設攝影機 將可能丟棄賭去滅證的情形 進行收證 且在其後門不屬警力 將負責人及賭客 依賭活罪錢移送 根據了解黃信主席 以通訊軟體號召各地賭客錢 來拒賭 並以每住兩百元 當作抽頭金 他一城主頂樓 試圖躲避追棄 終究還是逃不了警方 佈下的天羅地網 靜新文賴信徐扎睿 採訪報導 雷克小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